日本东京警示厅今天表示 至少受到5000公司和机构报案 包括日本兵库县西工观光协会网页 昨日被贴上IS旗帜 并被写上 网站已被伊斯兰国攻陷的英文字句 警方相信是伊斯兰国所为 百国两辆载有价值900万欧元珠宝的车辆 昨天深夜行进巴黎东南部约纳省A6高速公路时 遭15人劫走 过程无人受伤 警方主动直升机 路空追砌 警方今天发现两辆珠宝车已遭放火焚毁 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 一名19岁飞翼青年罗宾森 6号晚间与警方发生冲撲 被一枪射中头部身亡 超过1500名学生 昨天涌入威斯康星州议会 抗议警方滥杀 探控整个州议会大厦 犹如美国版太阳花事件 各区本以主题曲原唱《沙拉布莱曼》 时日在伦敦记者会宣布 她已经以5200万美元 相当于台币16亿元 买了前往国际太空站的票 这位女高音将在史无前例的高处开场 国际太空站的轨道 在地球上空大约400公里 新唐亚开电视整理报道